云端这边其实都有 OK 所以也许可以自行参考一下 这个输出公式 尽量还是能够自己很熟练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其实重点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要改成 I 这个印象已经做出很多很多遍了 所以这个我想就不用再重复讲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切到另外一个范例 这个切到旁边的三米符 那三米符的话 其实用到机会非常大 其实跟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用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功能 枢纽分析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帮你做三米符的这种功能 那其实比如说以这个范例来看 那三米符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效果 请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统计什么 奖金 当然不是教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而是有一个条件 所以上跟一符 上的话是如果一符条件吧 也就是说当那个 这边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统计部 一个是什么呢 开发 一个销售部 一个开发部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帮我把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呢 是开发销售部的帮我累加在这里 开发部加在这里 那当然不是教你用眼睛看 你以前如果你要你要累加的话 那你可以用if 可是问题是if 你配的你要一个一个做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这个刚刚 sum product上面有一个叫sum if 所以你往下找sum if 这个函数 特别注意哦 底下还有一个叫sum if s 那s的话呢 等于是说如果你的条件 因为现在我们就一个条件 就是部门 如果你不只一个条件的话 比如说可能他还有什么 他有客户啦 还有什么什么 哪一个地区啊 什么还有很多条件的话 那你就用sum if s 多条件的话 OK有没有 critical还有几个 那目前只有一个 那我用sum if 按确定 然后给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两个当成是一组 哪个范围的条件 critical的条件 哪个范围的条件 特别注意哦 意思就是说 我要的条件是找什么 找那个销售部好了 不过这边 当你输入之后 他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表示是一个自串 range的话呢 这个条件 在哪个范围帮你找 特别注意哦 在这个范围 所以意思说 这个条件去哪边帮你找 那找到之后的话呢 去加重哪个范围 sum range 所以特别注意哦 sum range 一定是要一个数字 那个range里面的资料 一定要是数字哦 否则没办法上嘛 对不对哦 你如果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是 一个什么 类似像这种部门 那他怎么帮你加重 文字没办法加重 所以特别注意哦 sum range 通常是要给他 一个数字的范围 这个可能要做 习惯上是这样的 我习惯就是把这两个当一组 然后这个是最后要做的事情 当那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再去加重 OK 那我要加重 放在哪里 在这里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4500 应该没错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把这三个加在一起 就是4500 那开发部的话呢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公司复制一下 然后直接什么 直接贴上之后 把这个改成什么 这边把它改成开发 两个字就可以 错了 开发部 OK 打勾 这样就出来 有两个 一个一千 一个一千五 另外的话呢 第二个 这个问题是 如果销售金额 这个里面呢 有大于五万的 就把这个范围加在一起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用 sum if 最近使用过的 sum if的话 特别注意 大于五万 所以你可以先打条件 大于五万 当然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 它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一个文字 也可以是一个数字 如果只有数字 才可以大于 等于 小于 可是文字的话 就一律是等于而已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是 假设我要找 大于五万的 所以你特别注意 也就是上面这个 range 一定要是一个数字 你不能说 大于五万 结果你给它一个文字 它怎么去大于五万 就两边不配合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给它的条件 是一个运算式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给它 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一定要是一个数字 就这个范围 里面一定要都是数字 它才有办法帮你找 否则的话 你给它一个文字 它一定找不出来 那就错了 也就是这个条件 里面有大于五万的话 那就帮我加销售人员 特别注意 加总的结果就 26 OK 这一二三 这三个加掉一起就26 那应该没问题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三米五 其实枢纽分析表里面 很多的概念 最重要的概念 其实都会用到 类似三米五这个函数 OK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 假如说很简单的运算 你就根本不需要跑到枢纽分析表 你自己用三米五弄一弄就OK了 所以 有些部分概念是一样 那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开启 这个我们范例档案里面 先开启那个 007 这个范例 那这个007 就是要用 请各位用三米五 帮我把 这个最后的结果帮我做出来 哎呦 三米五 那你想说这个三米五 那我要 怎么样刚好 可以 把什么呢 产现人员 公司之合 产现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什么 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三米五 最近使用过三米五 那我要的criturial是什么 产现 OK 所以你会发现 产现 那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哎 产现 那去哪边找 去这边找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他有产现有1 产现2 产现3 那我要的是产现 的开头 然后如果是的话 帮我把什么 把他的工资加起来 可是你会发现 加起来又零 为什么 因为 他没有办法辨识说 你要的资料 是产现 那也就是说你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 一定只能是产现 不能有这个 OK 所以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 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criteria这边 其实他是有支援 一个万用致员的功能 万用致员 什么叫万用致员 就是说 不管开头是什么 也不管结束是什么 他会继续帮你找到 这边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记一下 这个蛮重要 因为很多人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做不出啊 那个效果 因为我要开头是产现 那后面这个字 我不管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加一个问号 你会发现 出来了没有 23884出来了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加一个新号 结果也一样 那你想这个其实是万用致员 在很多地方 不管以色列 或我的powerpoint 其实里面 或者而且资料库 都会用类似的概念 或者甚至是什么呢 Google搜寻引擎 你想说 这个就有点像关键字搜寻 那特别的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是问号的话 意思的产现 后面只有一个字 那如果有两个字 你就两个问号 三个字就三个问号 OK 因为我只有一个字 那就一个问号 可是问题哦 这个方法只能够用在 产现1到产现10 如果产现11 那不行 OK 如果你不管是产现1到11 甚至20 甚至100 更多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产现新号 新号意思是说 不管后面有几个字 反正其中开头 是产现的 那就帮我把资料抓出来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吧 好 那这样 所以理论上 问号跟新号 新号好像比较好用 有没有 但是也不是说问号用不到 因为你刚好如果你就是要一个字 或两个字的话 这个时候你要记得有问号 万有些同学最后只记得新号 问号都忘记了 OK 所以这边可以用很多的那种方法 另外的话你如果什么什么产现 假如它不是开头 它是什么什么中间有关键字的话 那就新号 新号 这样意思说只要中间有这个产现这两个字的话 那就往我抓出来 那如果地址的话 如果我招设有几个评论 就找一个地银 接名的话 对啊 就是前面新号 后面新号 对对对就可以了 这个用法比较常用 就是如果中间只要出现这两个字出现的话 那就是表示我要这个东西 OK 特别需要 刚刚这个是开头式吧 如果新号然后后面没有的话就结束 什么什么 最后两个字就一定是产现 所以这个有些变化 如果你会的话 那你可以比对到你要的东西 那这个概念不是只有这边 其实在资料库里面也经常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只是说我们把那个概念把它搬到 以Excel 里面来使用 OK 所以这边的话 那当然正确应该就是产现新号吧 OK 然后按个确定 基本上就OK 那当然后面我们会希望 再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复制的方法很简单 拖拉加Ctrl 键 Ctrl 键的话就是复制 拖拉就是复制一个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改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设 我不要用Excel 的这个方法 然后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它计算 那你不是叫你丢个公式 丢公式那没意思 这个主要等于那个公式 那马上可以出现 那如果我不是用公式 我是用VBA来做的话 哎 该怎么做 VBA如果要处理像这样子的一个计算 那它要怎么跑 其实基本上原理原则一样 就是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11 然后呢 里面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A栏里面的资料的开头两个字 是产现的话 就帮我把他同一列的C栏的资料 帮我累加起来 所以等一下会教各位 在VBA里面 如何把那个资料帮我累加起来 累加的技巧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一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我刚刚主要是针对三米符这个函数 来做个说明 三米符 其实三米符用到的机会非常非常高 那基本的概念 其实我用起来 我觉得跟那个枢纽分析表 的最重要的概念 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都帮你用那个三米符 那枢纽分析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帮你把那个 同一类的资料帮你拔 就是有点像移除重复 只留下那个主要的那个不重复的资料 并且帮你做三米符 当然未来如果你假设资料量不多 你不想用到枢纽分析表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来 先移除重复 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那个资料用三米符 把它做一个计算 也是一样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不见得一定要使用到枢纽分析表 试一下